高尔夫对你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阳光草地 新鲜空气 大概就是这样的 每天早上起来打完高尔夫 还可以坚持工作 就是最疯狂的事情 你的下一个高尔夫目标又是什么 先赶紧参加一个业余比赛 然后在一个比赛的规则和认定下 能够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吧 哈喽 珊珊姐 我这里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你 第二次参加奥运会 跟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新鲜有什么不同 第二次再参加 我觉得应该可以更轻装上阵吧 因为毕竟上一次 是我的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然后也有可能是我最后一次 所以非常非常的紧张 也没有去享受这个过程 这一次如果可以再去 也就是去东京参加奥运的话 已经有一个奖牌在手了 所以这次应该能更加放得开 然后希望自己在享受过程的同时 也可以有好的发挥 在高尔夫领域 还有什么没有实现的目标吗 生涯至今应该还是 自己还是挺满意的 如果说还有什么 还能够就是更加好的地方的话 我觉得可能就是可以进名人堂吧 高尔夫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那我只想回答高尔夫 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因为我觉得这个高尔夫 作为我自己的职业 也是我非常喜爱的 这样的一个体育项目 我也是把高尔夫当成我的事业 这样去参与的 但是除了高尔夫之外 其实我觉得我也还有很精彩的人生 所以高尔夫是我的一切 在哪里 给我这种高尔夫业余选手 一个打好高尔夫的建议吧 哇 张老板 您这个水平都已经 第一年打球 已经打300码了 觉得要求不能太高 这样会没有朋友的 所以如果我给你一些建议的话 我可能会觉得 这个临肠肝已经非常厉害了 可能在短肝方面 可以多花一点时间 短肝就是一码的推肝 它也是一肝 然后300码的一肝 它也是一肝 所以如果从这个成绩方面去讲的话 可能提升一下短肝 可能会让你提升的更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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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谢谢大家